我们来到了LV旗下高端商场 法国的传奇百货沙马内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超级爱旦塔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那么很多人也有私信问我在法国除了逛巴黎春天 还有出名的老佛为百货 还可以逛行什么样的商场呢 那这一集就为大家带来巴黎贵妇级传奇百货 有最著名的路易威登重新翻新打造 位于法国巴黎地铁新乔站的沙马利丹百货 它最早于1900年开幕 是当地百年经典的百货名店 曾经与巴黎老佛爷春天百货并驾齐驱 那么在精品龙头LV赤资7.5亿欧元重新打造以后 历经16年LV赤Mahitan换上了崭新的装潢 还有细腻的手工壁画 再度回回巴黎百货圈 当时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心思参加了 沙马利丹的节目仪式呢 所以从这里可以感受到 法国人对它具有深厚的感情 和背后的历史意义 那沙马利丹百货圈都有7层楼 网络超过600个奢侈珠宝及美妆品牌 不但入住的百货品牌非常的全面 还有欧洲设计独家的限量款哦 那么首先进来第一个看到的呢 就是商场的主厅 主要是LV的家居展览 非常的奢华 大清有格调哈 那么一踏进沙马利丹百货 就会被内部美轮美奂的装潢设计所吸引 比如有细腻的金黄色手工壁画 复古造型的楼梯橄榄 每一个地方都适合拍照打卡哦 哇哦 现在我正在顶层 阳光从透明的玻璃屋顶扫下 宛如电影般梦幻的场景 然后你看它每一层的不同的设计主题和理念 真的是非常好的 这个商场不同于其他的大型百货公司的地方是呢 LV感受到了法国人对这个历史性的重视 还有这个商场代表着整一代人的回忆 所以呢它加入了很多 例如复古啊还有怀旧的元素 来纪念整个商场还有整个法国文化的艺术变迁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挺有意思 很多人都围在这里看 那么它也是通过非常可爱的复古电视机的一个形式呢 然后记录了这个商场从最古老的年代呢 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啊 然后到如今的新世纪 那真的是很有年代感的购物方式 那中央还有电影放幕区 逛累了可以休息一下 逛完商场还可以去这里法国最出名的 甜品店Cola去品尝一下法式的下午茶 哇现在外面的天气真的超级好 走出商场呢我们可以顺便去旁边的大教堂 欣赏一下美丽又壮观的科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 它叫圣路曼洛塞华教堂 这个教堂也很出名 里面存放着许多历史悠久的雕刻啊 还有壁画 非常值得大家一学 就在商场的旁边 这些店链子很多大学 都设计来自首处几乎 他每个人都要是用任何方向呢 更不得工 挺热的 是这样的 十年代的摩拌 看起来的 越来越来越猛 还有这个句话 分辆sec口 就是说 他建议的 我们在山马利丹周围的商场附近有很多的甜品店美食街 然后这里有很多非常明朗的蛋糕店 我来这里几乎每天都会吃一两个蛋糕 那我点的最多的最推荐大家的就是法式苹果屁 就是这个啦 对了还有小天使牌的杂美苹果皮很好吃 一设计甜品就吃不住了 又发现了一个同样喜欢甜品的狗狗 那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别忘了走的时候点赞我们的小星星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是超级爱蛋糕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